這是1比1的 所以淺淺就是這麼大隻 咪咪也是這麼大隻 好可愛喔 所以牠就非常非常的傳神 你遠遠看還真的以為說 貓真的就在那了 對牠們的觀察就非常仔細了 當然除了這個力牌之外 我們剛才是看到淺淺跟咪咪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隻 這隻是小黑 它在睡覺 小黑 還有一隻在這裡 麻糬 麻糬 我們看一下麻糬今天沒有來 對 在家裡面最愛吃的麻糬在這邊 好 其實我們看到了 就是說 在你幫牠們設計的一些 作品當中 還有連燈你也都可以做對不對 對 今天有這樣的一個燈好漂亮 像這個燈是之前 有一個不要的燈 其實有時候那種燈照 久了它會髒 或是你覺得看你也不喜歡的話 你就不要把它丟掉 你外面再去買一張布 或是紙把它包起來 那剛好我去布市 就找到像這樣 毛咪的圖案的布 好可愛 那就把它包起來之後 那底下我就是 多加一點點這種串珠 原本的燈上面是沒有的 然後加了串珠之後 感覺就好像更活潑 好有質感喔 對 更活潑的感覺 對 所以不用怕 大家一定要想說 我也要跟喬愛一樣 為我們家的寵物 其實也不見得是這個貓咪 可能是狗狗 或是其他的一些寵物 兔子也行 老鼠也行 但是你想 為他們做一個專屬的 一個手作的一個作品的話 其實喬安都在節目裡頭 應該講說在這個書裡面呢 很清楚的讓大家可以掌握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不管你到哪裡去喔 我覺得你都有貓的陪同 幾乎是跟你如影隨行喔 我們來看一下 包括你的悠遊卡 也要飛貓不可是怎樣 對啊 其實可以自己做一個 就是 這裡可以放識別證 如果上班的地方 有需要識別證或感應卡 其實用這個可以掛的話 其實還蠻特別的 好可愛喔 你來看看 這個捷運帶的做法 不用緊張 對 喬安都有幫你掌 這也不難喔 很簡單 很簡單喔 那所以會不會有那個 在做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有那種失誤 會不會有失敗 或是說你會給大家 一些什麼樣的提醒 其實還好 其實它那個做法其實用 這個是拼布的做法 你可以用一些 手邊不要的衣服啊 是 把它 比如說我們裙子啊 不要的裙子或幹嘛 你把它剪下來 因為那個花色很特別的話 對 你把它都幾塊的顏色 湊在一起的話 就可以拼成像這樣的感覺 就可以拼了 當然呢 不只是捷運帶 你看看你們家的這個是 面紙盒 面紙盒 對 面紙盒也可以這麼做 對 這有加一些那個 染料布的原料塗 塗的方法 對 好 但是都很清楚地教大家 所以幾乎也就是有了這本 我們的這個 《喬安躲貓貓手作生活》這本書 你就可以 好像就把喬安老師帶回家了 好 我們今天的成功俱樂部 也要把這份好的作品 要分享給我們觀眾朋友 我們又要提供三個名額 對 不過呢 你透過傳證的方式 我們到時候再來抽 然後觀眾朋友可以來這個 撥打傳證專線是 025779830 025779830 傳證要附上姓名電話地址 還有這個書名到底叫什麼 對 好不好 寫清楚喔 我們會把關得很嚴格 絕不放水喔 好 那我們也歡迎朋友們 趕快卡手卡快點來傳證了 好的 其實我們今天看到桌上 都是這個你的巧思 都是你的創意 前面有一些杯子 這幾個杯子 要不要介紹一下 好 這個杯子呢 其實它上面的圖是我畫的 就是畫他們四肢的漫畫Q版 是 那其實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構思 是因為你看到他們在勾那個 杯子的那個吊牌 那當時有一天我在喝紅茶的時候 是 紅茶包不是有個吊牌嗎 對 那我們家貓就跑來撈我那個吊牌 然後就把整個茶包給我拖走 你知道 然後就覺得那竟然要 因為我那時候是在想要怎麼做杯子 那杯子上面突然應該是什麼 後來我就用這樣子的方式 這樣子的就是發想去做這樣一個杯子 就是他們每次都在玩那個吊牌 好可愛喔 那吊牌有不同的口味 對 譬如說有咖啡啊 奶茶啊 是 茶啊 還有牛奶啊 對 四肢一個人一種 那粉紅色就是咪咪 嗯 然後咖啡色那個是咖啡杯 就是小黑 是 那橘色就是麻糬 黃色就是淺淺 因為淺淺是 就是淺嘛 是帶著金黃色 就是招財杯嘛 好 我們讓大家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在這四個杯子裡面 去裝上你愛喝的飲料 對 完全是不同的 對不對 然後它都幫你煮文好生 奶茶喝奶茶 要喝這個所謂的純茶的話 也是有對不對 對 純茶要 就茶對不對 所以非常的棒喔 我覺得就是說你把 整個的一個創意 就融入在你的生活當中了 那愛貓的朋友 也可以透過這種方式 去感染一下這樣的一個氛圍 對 對不對 好 這個是有關於杯子的部分 還有呢 包括我手上這裡有一個 很特別的 這個是 桌莉 桌莉喔 2008年的桌莉 2008年的桌莉 但是今天為什麼擺兩個在這裡 你是說其實是有用意的 對 因為白色這個是原來的 好 那 白色透明的 對 這個是原來的 這個是原來的 對 那黑色那個是我自己手繪 把它塗鴉上去的 所以如果一般朋友買回去之後 你可以自己塗鴉 你可以比如說你們家是黃貓 你就把它塗黃的 是 那如果是灰貓你就塗灰的 那依靈你們家貓咪的圖案 你可以上自己想要的圖案 那就等於是自己貓的桌莉這樣子 哇 你好聰明喔 這個idea當中怎麼發想的 就每一個人就可以擁有自己的 專屬的這樣子的一個桌莉對不對 對 而且上面的每張圖案啊 12月份就是都不一樣 像這是麻糬 那這是錢錢 那這是咪咪 聖誕節的咪咪 好可愛喔 12張每一張都不一樣 所以你每個月份都可以看到 不一樣的貓咪這樣子 嗯 所以我想喔 其實在這個貓的世界裡頭 養的這四隻貓 對 我相信牠也是激發你靈感創作的一個 來源對不對 對 對 恰英坦這是四隻貓喔 每一個的個性好不好 牠們不太一樣的地方 嗯 好 像咪咪啊 咪咪其實牠其實 牠很穩定 是 那牠 牠當初是領養來的 那牠的主人是因為懷孕了 然後就把牠棄養在寵物店 是 那其實我在這邊要顧及大家 其實懷孕還是可以養貓的 懷孕還是可以養寵物的 只是 做好就是清潔的部分 是 衛生 對 衛生 比如說你不要去清貓大便 對 那你可以請先生幫忙 是 那不要抱著牠們 是 因為貓咪身上會有一個公僵蟲 可能對孕婦會有一些感染 是 但是如果我們做好這些 工作的話 對 就不用擔心 沒有問題 你不要說因為懷孕就棄養牠 對 這樣很多貓咪就很可憐這樣 好 不過也就是有人棄養 才有這樣的緣分 對 所以牠跟你醉酒對不對 對 好 那我們來講一下這個 小黑 小黑 小黑牠的個性就是牠很愛撒嬌 可是牠其實在網路上就是 也臭名 因為牠臉很臭 牠只要拍照就是臭臉對不對 所以牠們就叫臭臉小黑 那其實牠是個母的 好 我們來看一下小黑的照片 到底牠的臉多臭 我們今天好像也有幾張照片 對 可以看一下小黑的照片 好 牠這有臭臉之稱 對 牠臉很臭 對 好 這個是牠跟麻糬兩個 在搶東西吃吧 對 牠跟麻糬感情很好 但牠們兩個常常做一樣的動作 是 其實像就是剛才我拍到這張 因為牠們兩個紋路是一樣 牠們兩個是同一個品種 對 然後你看牠們兩個會同時回頭 你看牠臉都很臭了 好 我手上這邊有一張 牠的臉江湖味很重 就是在你的書裡頭 你有拍出來這張 對 其實這張經歷我有給 江湖味 真的耍狠喔 這個表情 對 我想不管是哪一隻貓 都是你的心中的寶貝 對不對 今天非常謝謝你跟我們分享 你的手作世界 希望下一次我們還可以看到 你更多更多的作品的表現 好不好 謝謝 再會 謝謝巧A 也謝謝咪咪 還有小黑 謝謝 都睡著了 謝謝